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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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請問一下 在場有沒有人曾經用 在Google上面 打過自己的名字去搜尋說 自己的名字在網路上有什麼 會出現什麼疊過 有這麼做過的舉手 有喔為什麼 為什麼 是怕自己有什麼糗事 然後被公布在網路上是嗎 太驚訝了 因為我以為只有我會這麼自戀 會常把自己愛玉玫三個字打上去Google 你知道嗎 我以前偶爾想到會這麼做 然後最近我這麼做的時候 發現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你知道到我打上愛玉玫這三個字 那個Google老師跑出來很多搜尋結果對不對 你知道排在第一個的是什麼嗎 是一個影像檔 是永福教會的影像檔欸 哇嚇死我了 我想怎麼會有這個 哇就點進去一看 是2012年7月份 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的那個影像的片段 哇我自己都嚇到了 我想說我沒有想要弄 我沒有想要弄啊 為什麼教會讓我在網路上出名了 還把一整天 就是大概三十幾分鐘的那個分享的內容 都PO在網路上 我覺得很驚喜這樣 好我已經連續是第三年 每年的夏天都來到我們的教會跟大家分享 那老實說每年都來同一間教會 對我們來講 對講員來講 是一件非常緊張的事情 因為我們不能講一樣的 非常緊張 然後而且還發現自己的講到的那個內容 全部都被扣在網路上 所以要戒慎恐懼啊 那你有歡迎看到我嗎 有喔 我也歡迎看到你喔 好我想要請問一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習慣做每一年的目標的設定 有沒有就是年可能年底的時候就開始會想說 明年要做什麼事情要達成什麼目標 會這樣做的舉手 也是有啦比較少 那我記得大概也是三年前我跟我另外三個好朋友 我們就約好說齁 生活不可以這樣溫溫溜溜溜溜 我偶爾講台語可以齁 可以齁 生活不能混混合合這樣過啊 所以我們四個人應該齁一起約好 就是我們要設定目標 在新的一年我們要 就是互相勉勵 然後要達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列了十件 我們想要那一年當中想要完成的事情 那我印象很深 我在那一年列了一件事 然後好朋友看了之後他們都覺得很好笑 我其中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我要學會包粽子 在場會包粽子的舉手 幾乎有舉手的大概都知道是年 大概是什麼年紀的 大概都是媽媽會包粽子對不對 那我就想說我們這種年輕人怎麼會不知道怎麼包粽子呢 萬一到我們這袋齁 不會包粽子 那以後我們的下一袋怎麼吃粽子 我們總不能每次都去買現成的吧 所以我一定要學會怎麼包粽子 因為我的家在鄉下 我們家包粽子就是媽媽會親自去摘月桃葉 然後回來洗 然後回來整個流程都是自己來 所以我就下定決心說我要學會包粽子這件事 那我的好朋友一開始都覺得很好笑 怎麼有人這種這種志願 我說對啊 每一年你都要挑戰自己做一件 你從來沒有做過 而且你想要學會的事情 好 結果你知道那一年我會包粽子的沒 會不會 因為那一年我媽媽說太忙了 她不想要包粽子 你知道包粽子跟炒一盤米粉是不一樣的事情 有人點很大的頭 包粽子要預備很多很多的材料 要花很多的時間 然後還要自己燒開水 很繁雜 如果我媽媽說我 小包粽子啊 我今年不愛包 我就沒得學了 好 到了第二年 我一樣跟我的姐妹們 我們又是開始列新年月望 我的包粽子 一樣是列在我的那一年要達成的目標 好 第二年我包到粽子了沒 對還是沒有 為什麼 因為啊我媽媽決定 居然突然臨時決定她要包粽子 結果她跳的日子 剛好我不能回家 我有事 我又學不到 今年呢 冬午節乾過對不對 我包到粽子了沒 還是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啊 因為我們家家 我們是媽媽是農夫嘛 那你知道其實 五月份就是端午節前 他們農馬很忙 我媽媽不喜歡在端午節包粽子 那我不知道中部有沒有這種 這種例子 我們南部啊 會在冬天冬至的時候包粽子 所以我媽媽通常都會選在冬天的時候 她才來包粽子 可是今年端午節 我還沒有包到粽子 那就要等看看年底 我很希望 我這個願望許了三年了 第三年已經要達成我 一定要學會包粽子這件事情 好 我最近非常喜歡一句話 她說 我們要去設月亮 因為任何一個瞄準月亮的人 也許設不中月亮 但是總會射到旁邊的一些星星 有沒有阿妹 然後射不中月亮 可能就射中旁邊的星星喔 那有三個人啊 他們在工地裡面堆磚頭 那有一個老人走過來 就問第一個人說 嘿你們在做什麼 第一個異性懶散的回答 你不是看得到了嗎 我在堆磚頭阿 她老人又問第二個人 請問你在做什麼呢 第二個人就說 喔你看 我在七一面牆呢 她老人又問第三個人 那請問你在做什麼呢 第三個人就很開心的站起來 告訴這個老人說 我們正在蓋一座教堂呢 是我們這個村子裡面要用的教堂喔 有沒有很厲害阿 哇 三個人有三個不同的反應耶 那請問 我們今天來到教會裡面做什麼 是今天來發發週報 唱唱歌 還是來講講話 跟弟兄姊妹交易 其實在教會裡面交易很重要喔 跟弟兄姊妹說話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因為上帝拣選我們 他拣選我們來到教會 一定有他的用意 那上帝要我們來教會做什麼呢 可能是在要為我們成就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什麼事情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我們有像瞄準月亮那樣子的精神 就一定會經驗到上帝是給我們的驚喜 我們有一個更新週刊的讀者 更新週刊的讀者 那他在結婚之前本來是一個空姐 我們知道空姐的條件就是長得漂亮 又有氣質 然後外語能力又非常的好 可是啊 他說他結婚之後就變得非常的不快樂 每天就是因為不能當空姐了 只能待在家裡帶小孩 然後打理先生的事情 他說他連走在路上的人都知道他不快樂 然後後來呢 就有人一直很熱情的在跟他傳福音 邀請他去教會 只是他很猶豫 因為他覺得這個基督教信仰 跟他從小的信仰不一樣 那也跟我先生家的信仰不一樣 我怎麼可以去改信去信基督教呢 可是他知道 然後他常常聽這個跟他傳福音能說 形容上帝是怎樣一位上帝 他覺得喔 這個上帝是好神 可是喔 我不敢 不敢耶 因為我有那麼大的家庭的壓力 結果有一天啊 那個就是長期關心他的這個教會姐妹 就是到去他去找他 然後跟他聊天問候他 然後順手呢 就給了他一代的更新週刊 就一代喔 是一個直代 他說那個袋子裡面 有好多份不同期的更新 他在他的朋友離開之後 他就把那一袋子的更新拿出來看 他說大概有十幾份吧 他也忘了 可是他就是一口氣 把那十幾期的更新 全部都讀完了 讀完了二三十篇的見證 他讀完的時候 他在心裡面做了一個禱告 他說 上帝啊 我從這裡面的見證 知道你是一位好的神 是一位會愛人的神 我想要認識你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辦 請你幫助我 他當下就絕制了禱告 後來其實上帝真的聽了他的禱告 就是中間他經過了很多奇妙的過程 那也真的來到了教會受洗了 那他說他受洗之後 一年啊 有一天又跟 當年跟他傳福音那個姐妹在聊天的時候 突然他就想起這件事 就問他說 你知不知道 有一天啊 你來找我的時候 你拿了一袋更新給我 你知道嗎 那一袋更新喔 就幫助了我在那天做了絕制的禱告 然後成為改變我人生重大決定的時刻耶 結果那個跟他傳福音的姐妹 告訴他說 有嗎 我有拿什麼更新給你嗎 我不記得了耶 哇 這位空姐他就覺得太奇妙了 他拿給我很多的更新 然後我因為這個更新 絕制、禱告、信主 他不知道 可是上帝就是透過他的手 然後透過這麼多的更新 這麼多人的見證 在激勵他的信心 原本他很猶豫 要不要信耶穌的時候 上帝就推了他一把 告訴他說 孩子 你不要怕 我確實是愛你的神 你要勇敢 他就這樣信了耶穌 上帝給我們想像不到的驚喜 當我們努力在為他做事的時候 上帝給我們想像不到的驚喜 當我們努力為他而做的時候 就像你們知道嗎 其實更新週刊一開始發行的時候 他的發行的目的是做什麼 他其實一開始發行的時候 只是為了想要夾在週報裡面 當然現在也是夾在週報裡面 可是那時候的發行的目的是想說 會有來做禮拜的時候都會拿到週報 那週報裡面有時候沒什麼內容 沒什麼領修的文章可以看 所以一開始就是希望透過這個更新 夾在週報裡面 讓來做禮拜的信徒可以讀到一些文章 造就我們的信仰 沒想到過了那麼多年 其實更新週刊不只夾在週報裡面 他後來還成為傳福音的一個很好的工具 不用來到教會才會拿得到更新 而是有時候你可能走在路上 就有人在發更新 或是你去到一家店裡面消費 那個老闆娘可能就送你一份更新 我們想也沒有想過 原來只是要夾在週報裡面的一個小小的貪物 居然會變成流通在全台灣各地 是一個傳福音的一份小小的貪物 當時候在創立這個更新的這些同工們 也許他想要瞄準的是月亮 他的目標就是要夾週報 但是啊 上帝讓他射中了許多許多的星星 他變成不一樣了喔 那我記得大概18年前 我剛從學校畢業 這樣一講就透露我的年紀了 不好意思 那我很年輕的時候就來到教會公報社 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那我記得那一年是1996年的6月19號 我畢業不到10天我就到公報社工作了 那我為什麼會記那麼清楚呢 因為1996年就是更新週刊創刊的那一年 也因為他準備要創刊 所以才有了我當時候去的那個工作職務 是一個行政助理的工作 那你知道我印象非常深刻 當我到公報社去上班的第一個任務 就是要負責打包奉獻袋 奉獻袋就是夾在週報裡面這個奉獻袋 我印象很深喔 因為那時候剛好6月6月份也是剛好遇到我們 文字事工紀念主日 那我第一個工作就是要負責打包的所有的 全台灣的教會需要用到的奉獻袋 大概有六七萬份 就我一個人喔 那時候我記得因為辦公室還沒有弄好 那就只有我一張辦公桌 那郵件很多啊 就每天都一直在包 然後算這個份數 可能比較會有三百份 我就說算三百份然後裝起來 然後那個辦公室 因為沒有桌子 所以我就只好把打包好的奉獻袋 那些包裹都滴滴滴滴滴滴在地上 就一整間全部都是 就有一天我的一個同學來找我 我們都那一年一起畢業 然後很快都找到工作了 那他來到我的辦公室的時候 我覺得他 我看到他的眼神他嚇了一跳 他就掃過去我地上所有的包裹 然後問我在做什麼 他有點壓力說我怎麼會 在做這件事情 因為啊我這個同學 他印證上的工作是在銀行 是銀行的行員 他是穿著漂亮的制服 坐在櫃台前面幫人家數錢 結果呢我是在辦公室裡面 數奉獻袋 然後還很寒酸的 所有東西都要擺在地上 我印象很深 就是那個同學的那種眼神 覺得不可思議怎麼 我怎麼會再做這樣子的事情 後來我記得有一位牧師 為我禱告的時候 他告訴我 他說神感動他 他說他在他的靈裡面看見 我坐在電腦前面 他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可是他很確定的是 我在為耶穌工作 那很多年之後 我常常會想起這個片段 想起那個牧師跟我說的話 其實牧師也不知道我在公報社工作 可是我心裡面其實很充滿感謝 因為18年來 我一直在公報社工作 而且 而且 我真的是坐在電腦前面 在為耶穌工作 哇 我回想的時候都想 雖然我的同學是在銀行裡面 贖鈔票 可是啊 我是在為耶穌贖奉獻帶 我在為耶穌工作 我都覺得好感謝喔 這幾年來 我都覺得我的工作很棒 然後我很感謝上帝 他這樣祝福我 我記得前幾天 有一個很年輕的姐妹 他剛好換工作 然後他對文字工作非常有興趣 所以他就問我說 不知道怎麼樣才能成為文字編輯 結果我就跟他講了我的故事 我告訴他啊 我說齁 其實我不是中文系畢業的耶 我也不是學新聞的喔 我學的是資訊處理 可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來當編輯 上帝很祝福我 我跟他說 因為上帝很祝福我 我從一個外行的人 居然變成一個文字編輯 因為我在公報社前幾年的工作 就是讀者服務 那讀者服務呢 就是每天接電話啊 看定更新的人 定報紙的人 有什麼需要我為他做服務 或是就是我剛才講的 打包很多很多的郵件 那大概六七年之後啊 有一天辦公室裡面的文字編輯 剛好請了好幾天的假 所以他們缺了一個人手 又有一個同事就說 哇都沒有人幫忙探稿耶 拜運美你幫忙看一下好了 哇你知道我那時候 心裡面嚇了一跳 我可以幫忙校對嗎 我可以幫忙探稿嗎 你知道校對這件事是在做什麼嗎 校對的意思就是挑錯字 最簡單說好就是挑錯字 改人家的句子 這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可是在我的印象裡面 只有學校老師才有這個 拿紅筆改人家的文字耶 還是我在辦公室裡面 同事居然願意請我幫忙 校對這件事 我覺得好開心喔 那又過了半年 有一天總編輯又把我找去 他又告訴我說 玉美我們辦公室有一個文字編輯要離職了 我想要請你去接他的工作 哇我聽到的時候更嚇了一跳 怎麼可能怎麼可能 我只是做讀者服務 我又不是寫文章的人 我不會寫文章啊怎麼辦 不會採訪怎麼辦 總編輯就告訴我說 你是不是本科系畢業 跟你文章寫得好不好 都是其次 文筆可以慢慢去練習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你是一個肯學習的人 而且你對文字事工很有熱忱 這是這份工作最需要的一個態度 他告訴我 態度跟熱忱 比你會的東西還要重要 總編輯也願意花時間慢慢的培養我 就這樣子 我就成為了文字編輯 然後這一些年來就是慢慢的歷練 可以慢慢的學習 除了我本身喜歡讀書 我喜歡寫文章之外 上帝給我一個很好的定位 他讓我在這個合場裡面 慢慢的去晉升自己 那我經過 因為剛好要準備 就是來教會跟大家分享 我在回想我這十八年來 在教會公報社的服事 我就覺得 其實上帝真的是很祝福我很愛我 可是啊 其實我也很認真耶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細心的人 所以即便是打包郵件 記憶電話或是幫主管處理文件 我都會很細心 那我就覺得上帝要我做好每一件小事 那我就認真去做 那我曾經夢想說我想要成為大作家 在我還沒有成為文字編輯之前 我覺得我也要像那些會寫文章的人一樣啊 每天寫文章啊 改人家文章成為一個大作家 欸 上帝沒有讓我成為大作家啊 可是他知道我想要設月亮 然後就讓我設中了旁邊的行星 好 我們來看今天的經文喔 提摩太是誰 我們是不是常背誦一段經文 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輕 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跟心結上面 做信徒的榜樣 對不對 我們背誦一段經文講的就是誰 提摩太 那為什麼呢 因為提摩太 保羅第一次寫信給提摩太的時候 提摩太還非常的年輕 他大概30出頭 然後經驗也不夠 因為他去傳福音 所以因為他很年輕 經驗也不夠 所以保羅呢 就特地寫信給他 告訴他要去的教會 就是先去告訴提摩太要去的教會 然後告訴他們說 欸 有一個人叫提摩太喔 這個年輕伙子 會去到你們那個地方傳教 那請你們要幫忙照顧他 他如果有不懂的地方 你們要教導他、要包容他 保羅還特地寫信去交代耶 要帶人家要照顧他 那保羅這麼年輕 然後又要人家照顧 他要被提醒很多事情 那聽說他還有胃病 就是常常會生病 他怎麼看起來那麼不強壯 不像我們印象裡面 要出去為主爭戰的都是精兵 就是享用的那個 沒有耶 提摩太他好像看起來很軟弱耶 這什麼事都要被人家提醒 可是 這就是我們啊 我們跟提摩太一樣 提摩太也跟我們一樣 我們跟提摩太一樣 我們常常會抑制軟弱 我們會有很多藉口 不想做 不願意去做 我們會害怕 我們也會對我們所要做的事情 沒有信心 當別人交代我們一個任務的時候 我們也會被比喘 我們會緊張 我們就像提摩太一樣啊 我們需要被鼓勵 所以保羅在這段經文裡面 他舉了三個例子 來勉勵提摩太 在提摩太後書第二章 他舉了三個例子 第一個是在第四節 要像在軍中當兵的人 不要讓個人的事物產生 才能專注的去打戰 第二個 要像在運動場上 比賽的人 比賽的人要按照規矩 要誠實 不可以投機取巧 第三個 要像農夫一樣 要能夠刻苦耐勞 要能夠願意付出 忍受勞苦 才能有收穫 保羅用了這三個例子 來勉勵提摩太 第一個是軍中當兵的人 第二個是在運動場比賽的人 第三個是農夫 上帝也是這樣子在勉勵我們 不管我們現在是十八歲 二十八歲 四十八歲 還是八十八歲 其實我們都會不停的軟弱 不停的需要被人家提醒 跟鼓勵 但是上帝也會一直鼓募我們 他其實就像提醒我們要去設月亮一樣 我們要有一個目標 我們心裡面要有一個目標 要努力去做 那你心裡面想要瞄準的那個月亮是什麼 你心中的月亮是什麼 是你的婚姻 你的課業 還是你的工作 還是你的要去環遊世界的夢想 你心裡面瞄準的月亮是什麼 願上帝幫助我們 讓他的旨意成為我們的心意 也讓我們的心意成為我們的努力 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我們謝謝你 主啊 在你沒有難成的事 當我們在追求我們的夢想的時候 主我們相信 你時刻與我們同在 你幫助我們 你會修正我們的腳步 你讓我們知道 我們要如何去達成我們想要達成的目標 可是主啊 有時候我們的夢想破碎了 我們的夢想跟我們所想的預期不一樣 主啊 我們也知道 你會安慰我們 主 你會試給我們更多的力量 讓我們重新在你的裡面鋼牆起來 重新再去做一個夢 主啊 有時候我們連夢想是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 主我們不知道我們前面的路 我們不知道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連我們自己想要做什麼 都不知道了 更何況我們要為你做什麼 主啊 可是你接納我們這些軟弱 主你知道我們會害怕 我們會沒有信心 主你接納我們所有的一切 我們遇到的挫折 主你會與我們同在 即便我們現在沒有夢想 即便我們現在沒有夢想 沒有目標 但是主啊 那你將你的驚喜 示給我們 主耶穌我們謝謝 將祷告之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好